高铁是个好东西 东盟各国都在争 经历过纳吉布 马哈蒂尔 穆西丁和伊斯梅尔四位前任的折腾 留给马来西亚试错的余地 已经不多了 几千万大马民众的未来 将何去何从 安华需要给出一个答案了 大家好 我是顾言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过来了 和新加坡一一带水的 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也过来了 而且安华不光是自己过来 他还带上了一大帮 马来西亚政府内阁中的华裔部长 比如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陆兆福 陆兆福过来了 要和我们谈什么呢 很多人可能第一印象就想起了 之前被马哈蒂尔给取消的龙兴高铁项目 事实也确实如此 还没随安华出发访问中国之前 陆兆福在接受马来西亚国内一党 广播电视节目采访时就直言 他相信中马两国在铁路项目上 有很多合作机会 因为中国的基建 尤其是高铁建设能力非常强大 所以他认为安华此次访华 很可能会就龙兴高铁项目的重启问题 和中国方面展开磋商 龙兴高铁项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为什么它在马来西亚的命运 如此坎坷曲折呢 安华面临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是什么促使了安华政府 打算重启这个项目呢 龙兴高铁的未来前景究竟如何 让我们带着以上这些问题 进入接下来的探讨 第一龙兴高铁项目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龙兴高铁项目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旨在连接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新加坡 两座主要城市的高铁项目 龙兴高铁项目最初是在2010年宣布的 2013年新马两国政府正式敲定了双边协议 根据协议龙兴高铁的总长度 大约为350公里 建成之后有望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通勤时间 压缩到大约90分钟 除了吉隆坡和新加坡之外 龙兴高铁项目还计划穿过 马来西亚境内的几个重要中赶站 比如布城 芙蓉 爱极乐 麻坡 巴珠巴霞和 努沙在野等 看不懂这些令人头大的马来西亚城市的名字 没关系 把龙兴高铁理解成五广高铁的缩水板就行了 五广高铁有多重要就不用说了 虽然龙兴高铁的总长度仅有五广高铁的大约三分之一 但考虑到它的两端毕竟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就这层意义上来讲 对于新马两国来说 龙兴高铁的战略价值 无论如何夸大都不为过 这么重要的项目 当然要找一个能力强靠得住的合作伙伴来接手 考虑到我们国家在高铁基建方面的丰富经验和专业水准 中国最终力压日韩成为了承接龙兴高铁项目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只可惜好事总是多磨 龙兴高铁虽然是个好项目 但整个项目的推进过程却总是有各种问题冒出 征地 融资 合作伙伴 人们能想到的所有地雷 龙兴高铁基本上都踩了一遍 第二 为什么它在马来西亚的命运如此坎坷曲折呢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推进过程中遭遇各种磕磕叛叛是很正常的事情 别说是没搞过高铁的马来西亚 就是经验那么丰富的我们 直到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就一定有把握 在碰到征地问题这种硬骨头的时候 一下就给啃下去 执行过程遇到的技术性问题 并不是导致龙兴高铁最终搁浅的根本原因 真正导致它难以为继的 其实还是马来西亚国内的正局动荡 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 马来西亚政坛长青树马哈蒂尔击败了 因为贪腐问题而被千夫所指的前总理纳吉布 再一次问鼎马来西亚的最高权力宝座 虽说纳吉布的倒台是因为一马问题而引起的 但有道士一损俱损 在他任内促成的龙兴高铁项目 很不幸的成为了马哈蒂尔在竞选过程中 集火攻击的重要对象之一 等到马哈蒂尔执政之后 他所领导的马来西亚新政府立刻着手 对纳吉布任内批下的几个大型基建项目进行审查 这其中包括了龙兴高铁项目 这一通折腾下来 整个项目直接就给耽搁了两年 乌漏偏逢连夜雨 2020年震害全人类的新冠疫情波及全球 马来西亚社会也深受影响 经济一落千丈 民生一片凋零 在这种情况下 耗资巨大的龙兴高铁项目 自然就成了众矢之地 最终当时间来到2021年1月的时候 马来西亚总理穆西丁和李显龙达成了协议 马来西亚方面以赔偿5亿多人民币为代价 为龙兴高铁项目画上了一个突兀的休止符 第三 安华面临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呢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安华这个人的生平 安瓦尔出生于1947年8月10日 早在20世纪70年代 就以学生领袖和活动家的身份崭露头角了 当时间来到90年代 安华已经在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手下 担任过各种内阁职务了 其中不乏财政部长和教育部长这样的要职 也正因此 安华曾一度广泛被认为是马哈蒂尔的得意门生 并且很有希望成为他的接班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98年 安华和马哈蒂尔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 马哈蒂尔就是解除了安华的副总理和财政部长职务 并将他从巫统扫地出门 失事之后的安华日子过得可就惨了 他被指控犯有腐败和基监罪 虽然在当时的马来西亚 谁都知道这是摆明了有人在对安华搞政治迫害 但却依旧无可奈何 1999年 安华被定罪并被判处监定 虽然2004年他的基监罪被推翻了 但他却仍然因为身负腐败罪而不得不继续待在监狱里 2008年安华紧满出狱之后 一下子就成了马来西亚反对派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同年安华在补选中赢得了一个议会席位 这标志着他再一次回到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上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时间来到2013年的马来西亚大选 由安华所领导的反对党联盟势如破竹 虽然未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 但安华所展现出来的超盘潜力 已经足以震撼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坛 尤其是当时还坐在总理位置上的那几步 于是乎令人熟悉的一幕再一次出现了 2015年安华又一次遭到了指控 而且这一次被指控的罪名还是极尖罪 并且他最后还真的又一次被定罪和判处监禁了 如此赤裸裸的构陷 这个人都看明白了 无奈胳膊扭不过大腿 虽然安华这一次还是极力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被人拉下水的命运 不过命运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喜欢跟人开玩笑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安华的政治生命即将就此终结的时候 转机来了 而给他提供了这个转机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昔日的领导老师和政治宿敌马哈蒂尔 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在众人的一片惊呼声中 马哈蒂尔和安华相逢一笑敏恩仇 组成联合阵线共同对抗那几步 当时已有90多岁高龄的马哈蒂尔一夜成为了马来西亚反对党的领导人 按照双方的承诺 如果能够扳倒那几步赢得大选 那么马哈蒂尔将为安华争取赦免 并最终将总理的位置移交给他 事实证明这次马哈蒂尔履约了 可他又没有完全履约 当他率领的反对派联盟最终拿下2018年的马来西亚大选之后 安华的确获得了赦免而赢得了一次补选的机会 并在当年晚些时候重新回到了马来西亚议会 不过对于自己的另一个承诺 即将总理的位置移交给安华 马哈蒂尔并没有照做 当时间来到2020年2月 马哈蒂尔意外的辞去了自己的总理职务 他这一走 马来西亚政坛立刻就刮起了一场危机风暴 而在风暴暂时平息之后 接过总理权杖的仍然不是安华 而是穆西丁 然而权力这东西有时候来得快去得也快 如果不是因为马哈蒂尔的突然退出 所引发的政治危机 穆西丁原本是够不着这个总理宝座的 这种通过非正常程序获得的巨大权力 其背后往往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最终在任职仅短短17个月后 穆西丁就因为失去议会的支持而黯然退场 他也因此成为了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二短命的总理 不仅如此 离任后的穆西丁也不得安宁 他被指控犯下贿赂和洗钱罪 他也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二个在离任之后 因为贪腐而遭到起诉的领导人 在穆西丁之后上来的伊斯梅尔更惨 才干了15个月就被轰走了 因为认识时间太短 再加上任期内大小麻烦不断 所以伊斯梅尔甚至都没来得及给自己任命一位副手 可想而知 穆西丁和伊斯梅尔两人的黯然离场会给本就混乱不堪的马来西亚政局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 而安华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过了这个由纳吉布马哈蒂尔和穆西丁和伊斯梅尔四位前领导人甩下的烂摊子 成为了马来西亚的现任总理 第四是什么促使了安华政府打算重启这个项目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 安华就任马来西亚总理 交到他手上的完完全全就是个烂摊子 现在的他极其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政绩 给马来西亚议会和民众一个交代 如果拿不出来 那么他最后有可能就会步穆西丁的后尘 甚至更惨 如此一来 在纳吉布的任内方心为爱 在马哈蒂尔治下一度搁浅 在穆西丁手上遭到取消的龙兴高铁项目 终于有了一点回暖的迹象 摆在安华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经济问题 新冠疫情把马来西亚社会冲的七零八落 无论经济增长还是就业都非常难看 在这种情况下 由政府牵头适当的搞一搞大型基础设施工程 无疑是有助于刺激社会经济恢复的 像龙兴高铁这样的项目 不仅能拉动马来西亚的内需增长 而且还可以创造可观的就业岗位 建成之后还能打通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经济脉络 为整个马来西亚的发展注入新的升级 甚至还有望盘活整个马来西亚的经济 安华并不是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马来西亚总理 其实早在2021年底 伊斯梅尔就曾考虑过 要不要恢复和中国的高铁合作 伊斯梅尔很希望高铁项目能重徽正伪 他甚至还为此提出了更加大胆的设想 即在原有高铁规划的基础上向北延伸 将马来西亚的高铁项目和泰国的衔接到一起 最终修成一条北至中国南底新加坡 将半个东盟串联起来的超级跨国高铁 遗憾的是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伊斯梅尔的设想没有成为现实 而随着他的无奈退场又一次被树枝高阁 借地他上来的安华也面临着和他一样的问题 尽管他们都清楚和中国合作修建高铁可以为马来西亚的未来带来多大的好处 可是眼下一团乱麻的残酷现实却迫使着他们不得不低头做人 今年三月初陆兆福曾就安华对龙兴高铁的态度做出一番耐人寻味的评价 他说虽然马来西亚政府还没有决定在什么时候恢复这个项目 但也无意阻挠或搁置这个项目 这话听着前后矛盾因为他确实反映出了安华政府目前的尴尬立场 我想修龙兴高铁 但巨大的现实阻力阻碍了这种想法的落实 我不想放弃这个项目 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推进下去 第五龙兴高铁的未来前景究竟如何呢 除非出现奇迹 否则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龙兴高铁项目在短时间内依然没有恢复的可能 安华政府的顾虑太多 这么大的项目取消起来容易坚持 可就难了 但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 它不会因为你不去面对了就不存在了 就在你马来西亚政府还在为修建高铁 纠结拧拔的这会儿东盟其他国家可没有闲着 印尼泰国和老挝都在和中国积极开展高铁合作 对高铁态度反反复复的越南这两年也想通了 虽然越南更倾向于和日本合作搞新干线 但好歹也算是认清了高铁的价值 经历了过去这十多年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 有高铁和没有高铁的国家发展完全是两个东西 就跟你货面时下的酵母一样 下跟不下最后烤出来的面包吃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口感 东盟的面包店那么多 现在只要是条件允许的 人家有钱没钱的时候 要考虑朝发面面包的路子去转型 久而久之做发面面包的门店生意会越来越好 而因为扣扣搜搜舍不得花钱买酵母粉的 最后可能就会因为竞争力不足而被迫关门大吉 什么叫做食不我待 这就叫食不我待 等你吉隆坡茶壶里的风暴平定了 再来考虑要发面还是要死面的问题 买方和卖方市场恐怕早就不是这个价了 我想起了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 秦孝公的儿子吟四 也就是后来的秦桧文王 曾经因为他爸和商鞅主导的变法运动吃尽了苦头 不仅一度动摇了自己的太子之位 而且还连累自己的大伯被秦法给削了鼻子 在秦孝公撒手人寰之后 商鞅因为失去了靠山而成为众矢之地 在秦国贵族和宗室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扑之下 继位的吟四出于维护局势稳定的需要 最终车裂了商鞅 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被秦国旧势力 恨之入骨的商鞅变法 反倒是立派众议把变法坚持了下来 并在前任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这一举措为秦国的继续富强奠定了基础 吟四不仅因此成为了秦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 而且还凭借着坚持变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 为后世的秦武王、秦昭相王和秦道相王的文治武功 开了个好头 最终秦始皇嬴政才得以奋六世之余猎 凭八荒以长策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王朝 身为领导者本来就应该有魄力、胆识和决断 去做一般人所不敢想和不敢做的事情 身为大势之争的领导者尤其如此 没有这份虽千万人而无亡以的勇气 别说要在群雄并立的当今东盟出人头地 就是要在群狼环似的吉隆坡政坛上守住一席之地 恐怕都是奢谈 经历过纳吉布、马哈蒂尔、墨西丁和伊斯梅尔四位前任的折腾 留给马来西亚试错的余地已经不多了 几千万马来西亚民众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安华需要比出一个答案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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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